傳統創新實驗室 其實我做神像後來有一個很簡單 我在雕刻神像讓我體會到很多 就是說我後來想一個比較簡單 如果神遇到這個事情 祂會怎麼想 譬如說像你不管你信仰什麼神 你遇到一個困難的時候 你去想你的神會怎麼想怎麼做 那你是你的信仰 那你就學著祂怎麼想怎麼做 這樣就對了 第一 就想就 喝它 擁它 不關它 來 最好 要寬容 因為你的神一定 神的一定是寬容忍 就難是祂的錯也要原諒祂 所以你就不用計稿 你只要把你自己的事做好 做對了 做對了 要再給它做好 你做到什麼事 你要做什麼事選最好的 再給它做到你能力的最好 一定會好的 世界上有可能你選到最好的事情 又到最好 會變得不好嗎 你願意做的事情裡面好的事喔 把它做得好 再盡力把它做到最好 持續這樣一直做 你久了一定變好 這個其實是我在 我來台南齁 我後來一直參加台南美展 我一直去做 所以我在 我從1999開始參加台南美展 到了2012 會拿到傳統公益台南獎 然後我在 其實我本來就有在做現代創作 所以我就 再讓自己沉澱一下 又做現代的 用一件現代的那個 日本香鋪律師 又奪到立體創作的台南獎 所以我現在算是 跨領域 不同類的兩個台南獎 那你那個 相鋪律師也要拿來這裡展一下 那個太大了 等下我們拍照給大家看 很可愛 就在他們家的店面 可是不是要台南獎 那個作品不是在台南市政府裡面嗎 對 那個是系列的作品 那個照片我可以傳給你 好呀 因為那個台南獎的作品 都是文化中心收藏 第一件傳統公益的是天上聖母 第二件立體創作是日本的相鋪律師 因為會做那個作品是因為你 你在走一段路的時候 到一個某個階段的高點 你會有時候你會迷惘 會比較不知道 會有沒有方向感 所以有失落的一陣子 所以我後來看到那個相鋪律師 覺得很有力量 所以我就一直找資料 光是看那個在網路 從媒體上YouTube 逛那個日本相鋪的比賽 看到眼睛都實在是 看到眼睛都實在是 看他們身上的力跟美嗎 對對 就要看他們 要多看 看你會內化在你的 只要你是一個技術者 還是你會一直看 會一直吸收內化在 等你有自信的再去做 當然做就有另外不同 所以看跟說跟講是一個階段 看的你有沒有細膩的觀察力 你要學習看作品 不管什麼你要細膩的觀察力 你看到優質的作品 你有沒有看透了 這叫細膩的觀察力 然後有一個更困難的 就是敏銳的感受力 敏銳的感受力是屬於情感面 精神面的 一個工作者最好要具備這兩項 可是這兩項會帶給你很大的辛苦 但是聽起來是觀察跟感受 那沒有技術嗎 技術是後來去做 就會停留在平庸的階段 你要去說你要做精細 你要做 你什麼都沒有在學習 什麼都沒有觀察 那你要往哪裡做 所以你要先要去看 優質的作品 那你要學習 你要去看到它的細膩度 所以你在學習 要有細膩的觀察力 就像人事物也一樣 你要有細膩的觀察力 然後敏銳的感受 敏銳的感受力其實是更有難 那個有一點比較內心的 如果你在你生活中 生活的衝擊沒有那麼大 你那個精神性敏銳感受力 是比較難開發 比較難開發 所以我後來我在做 我平常在做的事情 我都有在盡量幫助我 我啟發我這些感官 可以說感官是 像我品香 我在玩香 那個香也是這樣 因為我 因為我一次上 老師這邊好多香喔 而且真的很香 因為我有一次去台北 接觸到他們有一個品香協會 我那時候聞起來 因為那時候很煩嘛 那處理自己人生經營的不好 很煩 有一次聞到喔好舒服喔 嗯 所以就有一點產生興趣 初期是有熱情 就去找很多材料 買了有一點過多了 沒那麼差不多 有沒有叫 有沒有叫無冠村 就是把有錢給照一點 但是現在他應該會很開心吧 因為那些材料 現在等於是香的精 因為我那時候做也是 因為我後來 我說我來台南 把自己家庭帶路很辛苦的時候 我自己是很自責啦 嗯 以往對自己好像賺錢 好像很有自信啊 同年年 以前會覺得說我 賺得比較快啦 嗯 所以 所以剛剛賺錢沒有那麼困難 結果那時候來這裡 變成那麼困難 自己是滿自責 所以我後來 我做的事都要為了 都要對我 我後來的路要有注意 我起初譬如說 嗯 一些不好的習慣 人家說 人家都無尊 喝酒 喝冰涼 吃粉 你都會喔 你現在看不出來耶 我在我做冰的時候 之前我都沒有了 嗯 那在天啊 天啊 在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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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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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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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那裡 辛苦一下 我想說 人是為什麼 人家比較好的 環境的人都會愛香 所以我說啊 我後來就把那個 壞習慣戒掉 我用那些資源 你看 用這些資源來玩香就夠了 你看 我們台南是眾神之都 他會感化 感化大家有不好習慣的人 然後讓他變成 這麼可愛的那個大力老師 謝謝 是啊 應該是這樣吧 來台南真的是 好啦 我亂講的 不要 這很重要 我如果沒有來台南的 其實我都不敢想像 我的 我的人生會變成這樣 因為我以前 我們 雲雲人齁 我們雲雲人出國 高朋友都幾乎是五湖四海 哦 雲雲設列都非常的廣泛 都吃酒啦 朋友夠了又一堆 可是我們台南的老師也很愛喝酒 很愛喝酒 很愛喝酒沒有錯 可是 因為他的家 你們這個就是 還有內化在心 因為家的本質是家 他涉獵 他高朋友不是這樣 修法有挑啦,會有一個區塊啦 所以我來這裡都靠,跟台南山一千倍 學習了很多,真的很感恩耶 感謝,真的 我如果沒有來這裡實在是 真的我都不敢想想 沒有,可能是不一樣啦,一樣是 就是一樣東西,可是不一樣態度 就像老師您剛剛說的那個神像 一樣是神像,可是有人他雕刻可能就是 一樣是胸,可是有人會雕成邪 有人會雕成胸跟惡 或有人雕成胸,可是是威嚴 一樣的概念 所以神像是我的本類 我後來在這裡有很詳盡的深入想 因為他就是神的像 所以他神的像我把整件作品的每個角度 你看上去都要很漂亮 很漂亮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比喻成我們一個人在做一件事情 社會上有很多人在檢驗你 檢驗你就是以不同角度的看你 所以你看神他要做到他一個高度 他要經得起各種人的檢驗 所以有的神像是要全面性的 你從這樣繞一圈叫360度 你還有齊柏林的角度 齊柏林的角度 還有這個從下往上看 那不知道誰的角度 王世吉的角度 沒有啦 就是其實就等於那個作品是一個圓 然後你要讓他沒有死角的看一整個作品 對 都要很漂亮 他才有真正的神像 才會跟你對望 所以我後來在想說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存在都有一定的價值 所以我當時想就是說 全世界上每一個人 他身上有一個最優質的細胞 神就是把全世界集合 做優質的細胞集合在一個人 一個樣貌上面 對 比意啦 這是一個比意 這是很科學的 您說細膩啊 說美感 就是我們剛剛是講神像的部分 可是像您說 你現在創作那個相撲啊 它們兩個之間的細膩度跟美感的差異 你有不一樣的體會嗎 還是 你說 就是比如說 我們用相撲跟聖母相來比較好 你覺得他的差異在哪裡 好 那個傳統的神像 因為他 我說 我把它定位他是神 要給人尊敬跟學習的榜樣 他應該要扮演這個 就是教導你 那你學不到你要尊敬他 盡量學到神的精髓 所以他是有一個範圍 有一個範圍 因為他是有角色扮演 所以他變成 變成就是 往好的 其他都 其他就沒有設立到 對 好的 可是就沒有辦法 就好像在十一柱形裡面 優質化 可是他好像比較沒有欲樂 可是我們人的生活 其實只要不妨礙他人的話 不要做 還有欲樂 就比較沒有 所以你光是用神一個規矩 那會很嚴謹 會太辛苦了 那你如果做一些藝術性的 那就是離了一個界線 它會更寬 那你可以很精神的放鬆 因為那是你自有意識 就是利用我的基礎的技巧 然後問我的素材是木頭 我可以很盡情的發揮 那個不再說教你什麼 不再說教你什麼 那不需要 那就是我自己一個很自由自在的發揮 就好像對面那個有一個木頭 小石頭 那個也是你的作品嗎 那也可以作品 其實你如果方便也可以去拿過來 好呀 我去拿 謝謝 好我們經過了一番的調整 大力虎現在已經在老師的旁邊 那我們後面這個 其實它不是石頭 它是木頭 對 它是木頭 這個 我們可以轉它嗎 我可以轉 好老師轉 那我再解釋 好 其實這個當然是我雕刻聖乙的料 因為神像雕刻聖乙的料 那個材 多的料 就是刻下來了 因為木頭它成長很慢嘛 在說是很上等的材料 所以我就當然不要浪費 然後當然這在精神性要有開發 其實我做這個 因為我們長期在這個領域做 其實你都會有一些 必須要去為了讓事情好 就是要有學習啊 要追求我們工作上那個美感 其實當然是有壓力 可是有時候你要讓精神放鬆 其實這一件作品是很自由的 我有做一些石頭的作品 這個也是其中之一 其實這個 就石頭系列的作品 你從線條 這個系列的作品我叫因緣 因緣 因緣 就好像 像今天我跟老師 這就是兩個人 兩個人我會做兩個石頭 從兩個石頭的擺放 帶出來的線條 去帶出那些線條 讓自己的情感精神得到抒發 像這一件 又是四個 所以是四個人 類似四個人 可是他們都各自有自己的方向 好像不受干擾 他們非常的有自主 不受干擾 其實我這一件作品叫《飛翔》 我音緣戲樂裡面的叫《飛翔》 你看得出他們看 所以其實你在欣賞作品的時候 有 看得出來這邊它是一塊木頭 老師你轉這邊 no no 轉這邊 因為它這邊的木紋 你看 你從這邊看 我覺得這個作品很有意思 因為你以為它是四個不一樣的木頭 不一樣的石頭疊在一起 可是它其實是一塊原本的木頭 因為你可以從這邊很清楚的看到 它有木紋在這裡 然後你就可以根據它的木紋 去想像它原本木頭的樣子 對 它那個連輪是連貫 所以你才 如果是要檢視是不是 是不是一塊木頭 就要看那個連輪的連貫性 對啊 所以它很有意思 主題就是說它飛翔 可是你一般人 如果你人生中 你沒有很多生活上的衝擊 開發出你這些感受 感官細胞沒有很發達 我告訴你 我們去說這一件飛翔的話 它會說 你頭會比較壞 你不知道在說什麼 所以你如果有的人 有的人生活每個人環境過程不一樣 對 他就會說 看到這 那個飛翔 他就會說 我好像來到了一個很寬闊的大潮 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奔跑 無距無疏 所以那個就是感受 你光是 你就可以去體會那情境的美感 所以 其實我們坐在都市 還是現代生活壓抑 這些就是你心靈的營養 心靈的養分 其實就是看來是作者論還是讀者論 就是這是老師對於他作品的詮釋 對不對 讀者其實看作品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那也可以 那是OK的 對 就是重點是我們要怎麼樣從老 從自由 就是現代創作的作品裡面去讀到 你跟這個創作的關係 跟他的對話這樣子 所以這是 這可能是 這就是老師對於當代雕刻作品的解讀 就傳統是因為我們有我們的信仰 所以我們必須 老師在創作的時候 必須根據你的信仰 相信那個信仰 然後創作一個完美的作品 但是在當代來說的話 您就是有一個感覺 然後有一個想法 你就會把你自己的感覺 想法 創作 注入到你的作品裡面 對 然後讓大家分享 然後再有不同的解讀 因為我覺得那些精神的抒發會使我很快樂 其實那些是需要的 就算是讀者也是需要 只不過因為每個環境 就好像說你每個人不一樣 他到某些階段他才需要 他才會覺得那個是很可貴 這個是因為每個不一樣 可是我們身為創作者 我們是不管他 因為我想到什麼 我就很希望有機會 有那個因緣 第一有材料 我有時間 然後我剛好有那個想法 我就盡量給他創作出來 我的目的就是要為自己留下一些作品 因為藝術性 如果你要從事藝術 有一個很大的原則 其實藝術這一條路 有一點就是奉獻 就是你盡量去做 它是一種奉獻 那你有沒有機會 跟作品有沒有跟人結言 那個就是因緣性 那個我們身為作者 我們是不用太看重 以我的角度 因為你太看重 那變成你的主力 對 而且畢竟老師也是經歷過很多的大風大浪 對不對 就是說我在有內心 因為衝擊很大 衝擊很大 那個你都要回歸 回歸到你的作品裡面 所以我們在閱讀你的作品的時候 就可以閱讀到你的人生閱歷 還有你每個作品的不一樣的轉折 對不對 因為我最主要 我來的時候 我有訂藝術性雜誌 我訂了超過20年 我在上面學習到很多的基礎 一個基礎觀念 也看到藝術大家 因為他們會寫一些文章 在上面發表 藝術大家的觀念 藝平家 還有收藏家 所以我這樣不斷的學習 也導正我 就是導正自己 因為本來就是 所有我們往外都是老師 就外思內化 內化到自己心裡 然後再整理 我們要如何去修正我們未來的路 老師今天很感性耶 對啊 好喲 那謝謝老師今天的分享 可是我們下一集 還要來補講一下老師 關於之前那個奮鬥史 感覺好像還沒有很過癮 因為老師在私下的時候 有講一段他在大陸那邊的經歷 還有小時候他的童年 還有來台南這邊 到底是怎麼樣被感化的過程 哈哈哈哈 好那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